他们是七岁的城里娃,却在海南村村相遇。 热带水果天堂,椰子好吃树无难爬,他们能不能大饱口福呢? 乡村夏里营之,海南热带风情之旅,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说到碧海蓝天热带雨林,大家一定会想到海南,这是多少游客魂牵梦绕的度假天堂。 可是你知道,这个时尚休闲的国际旅游岛的乡村是什么样子吗? 1999年,海南省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理念。 13年时间,14000多个文明生态村犹如雨后春色。 今天体验营,我们便一起来探寻海南文明生态村的独特魅力。 大家好,我是冲阳。 可能您已经看到了,我们这里有阳光沙滩,还有大海燕林。 没错,我们现在就是在国际旅游岛,海南岛。 那我们今天的亲自游的体验地点呢,就是在这里。 楚晨,女帆。 在我右手边的这个小美女啊,就是楚晨和她的妈妈。 大家好,我家乔楚晨今年七岁了。 一号家庭,楚华峰,休楚晨。 我的愿望就是,我还可以去太空和月球。 只要妈妈带我去,哪里都可以了。 大家好,左手边的这个小美女呢,就是美凡和她的妈妈。 大家好,我家美凡今年七岁了。 二号家庭,田园,米美凡。 我希望将来以后,能住一个特别大的房子,和全家人一起过年,每天呢,都舒舒服服的。 还有,让妈妈少干一点,累活,陪我时间多一点。 那今天就乐待你们俩,带咱们海南岛体验一下,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怎么样。 好。 来吧,走。 出发了。 体验营第一站,海口隆林村。 在距离海口48公里的三门坡镇,赤字组来到了体验营的第一站,隆林村。 隆林村不仅是海南的文明生态样板村, 而且被人赞誉为海口最美村庄。 果然一进村,两个家庭就被隆林村奇特的建筑吸引了。 咱们这个当地的建筑风格真是特别有特点。 对。 你看所有的每一户人家的一个大门都建到一条线上, 就好像从最里面的那家就能看见第一家。 我们的熊北的一些,叫做一川塘风的。 真是令人称奇啊。 隆林村的民居竟然都是建在一条中轴线上。 前有台阶,后有庭院, 户户大门场队,一眼就能望到底。 这种熊北地区川塘风建筑, 让我们真正见识了传说中的路不时宜,也不必户。 参观完村子, 两户家庭还会有什么惊奇的体验呢? 范范晨晨,你们喜不喜欢吃水果啊? 喜欢。 喜欢的啊? 在这个隆林村里有很多很多的水果, 那咱们先吃椰子好不好? 可以。 但是要吃椰子的话, 咱们得自己动手, 好吗? 海南的怎么动啊? 咱们要看一看椰子是怎么摘下来的啊。 隆林村有着海南最好吃的热带水果, 不但种类多, 而且味道好。 在这里, 孩子们将体验采摘的乐趣。 可是, 这高高的椰树, 怎么才能摘到美味的椰子呢? 还是让爬树高手来告诉孩子吧。 就是我想问你一下, 爬树的时候你是怎么爬那么高的? 都没有梯子。 就是像好几样, 这样几爬上去。 不过我好像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我问一下, 你爬上去, 你爬上去下来还是人物返回吧? 对对对。 他也不然就上面跳下来嘛。 对于叔叔为何不用梯子就能摘到椰子, 孩子们感到惊奇极了。 一连串的问题让这位爬树高手毫无招架之力。 得了得了, 还是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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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树据说是当地男人必修的一门技术。 算你椰子树最高的有几十米, 竹竿打不到, 那就必须要有人爬上去, 才能采摘果实。 五、四、三、二、四、三、二、一。 这波, 每番处臣, 对叔叔这身爬树本领感到又羡慕又惊奇呢。 这有多少秒? 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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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只在树上建一个房子就好了, 还得成两个。 我看到你, 在树上建一个电视还差不多。 一边在树一边在看电视。 一、二、三。 两户家庭都难以置信, 这样一棵近20米的椰子树, 小伙子竟然只用了短短30秒就徒手爬上了树梢。 孩子们从来不知道, 美味的椰子竟然是叔叔爬树才摘下来的。 哦, 这有没砸到。 哇, 那果然那里树林里面去了。 像个什么样果果去了? 啤酒。 哇, 哇, 哇。 哎呦, 这有没砸到水。 洗牙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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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牙洗。 什么呀? 哇, 像他们一样? 对了。 妈妈, 咱们能不能喝呀?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你吃不下来啊。 我怎么好像哭, 是吧? 没有。 你忍不住了? 我喝? 没有, 所以当我。 小伙子很辛苦啊。 小伙子。 我觉得这个树的快要千帮地裂了, 哎呦, 我的脸啊。 可以了, 叔叔快下来, 天多了喝不起啊。 爸爸, 我们可以做成猪八街那种大的猪子了。 那我成猪八街那种大了。 哦, 下来, 赶快下来。 下来就平安了, 快点。 来, 一, 要不要买呢? 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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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叔叔常年爬叔的手 你看这手上 都是茧 来摸一下 来摸一下 好硬啊 有什么感觉 好硬啊 觉得你们平时吃的椰子 有没有想到叔叔摘椰子会有这么辛苦啊 没有想到 我还以为是拿那种 不像梯子一样的东西吗 然后把它弄下来就行了 看着叔叔轻松自如的爬树 两个孩子也跃跃欲试 可是椰子树干 比直而又光流 徒手爬不仅需要体力 还要有相当的技巧 那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干的 虽然没有亲手摘到椰子 有些遗憾 可是亲眼看到采摘的全过程 在品尝新鲜美味 这不也是采摘的乐趣吗 我觉得应该让她看一看 咱们平时吃的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 然后让她学会珍惜粮食 奶奶不是特别的吗 好多的这个椰子没吃 来你看 这个口是爱吃的 我爱吃 我把椰子都能剥 好像没有的好吃 那我尝到你的 尝到我的 是不是我的更甜一些 尝一下 好你也尝一下 你的没有我的 真的呀 美范妈妈像以前有带过孩子来 现摘椰子 然后再喝椰子汁吗 这种汁还没有 就是椰子一般我们都在街上会买 然后也是很新鲜的 但像这种 能够从树上亲眼看到 从栽椰子 然后到砍椰子 然后到喝椰子 这种过程 的确是没有 还真是第一次 夏日凉风 鸟雨花香 孩子们也在这男的舞后 尽情享受属于他们的快乐时光 南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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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享受阳光 南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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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上天就跑 南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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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这天花香 都像蔚蓝的海洋 放在暖 Write 中途 重途 三天滴 好轻轻 似悄 似悄 翱向 如今,荣云村踩摘游的招牌已经打响,许多游人都喜欢来到这里,享受周末田园风光,体验农家乐趣。 我觉得那个树树爬树真的很难,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好难好难哦,我看他还要续练好几年才能爬,才能爬得很快哦。 我感觉我下辈子还爬不上去了,因为那个树啊,都怪他没有踩焦点,不然我就爬上去了。 不过爬树也要一种技巧,很难的,我感觉那位爬树的高手,那位叔叔啊,他爬树精神很好哦,他很快就会爬上去,一开始我们还不相信他,还以为是四十秒。 结果一看,仍然是三十秒。 体验营第二站,万宁的文通村。 品尝到新鲜的热带水果,我们体验营的下一站,来到拥有原始热带雨林群的万宁市。 听说啊,万宁的文通村,不但风光旧里,生态文明,最关键的是村里还很高科技呢。 到底一个村子会有怎样的高科技呢? 孩子们会与热带植物有着怎样零距离接触呢? 大概我们在新农这块地方的话,典型的种类植物大概有两千多种。 然后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区域的话,特别的一些典型的热带植物大概有两百多种。 你俩认识吗? 这怎么树,前面不是树的名字,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只要拿手机来扫描一下,这二维码,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棵树叫什么名字。 来,小朋友可以试一下,用手机扫描一下。 扫描一下就知道这个树的信息和名字。 对。 这个还挺神奇的。 真没想到啊,在文通村,每个植物竟然都拥有自己高科技的身份证。 游客在万宁文通村旅游,只要在手机上下载智慧兴隆寻宝拼图游戏软件。 对你感兴趣的植物,手机只要轻轻这么一扫,就会立马出现对该植物的介绍。 长高木浆子,长高木浆子,你看哈,来。 那孩子们能找到哪些奇特的植物呢? 来,看看这个树。 扫一下这个树,看这个树是什么名字,来。 庆国荣,你让一下,还有英文名呢。 庆国荣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这棵树有300多年? 300多年了。 我看着这个树根就很粗,然后很古朴。 对。 要是才会说话就好了,可以告诉我们那些野人在干嘛。 怎么才能认识这个树的年龄有多大呢? 把它切开,看里面有多少个圆。 看这个树的年轮,对不对? 对。 真聪明。 不怕我们不敢看。 在二维码的视频下,摄制组往热带雨淋深处走去。 因为在那里,孩子们要探索一种叫见血封猴的树。 到底是什么样的树,竟然有着这么恐怖的名字呢? 小朋友,这棵就是世界上最毒的木本植物叫见血封猴。 这棵外表看上去普通无害的树,竟然就是自然界中毒性最大的桥木,有林中毒王之称的见血封猴。 那它到底有多毒呢?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进血就封猴,它精肝里面含有乳汁,乳汁的话有剧毒。 如果咱们身上有伤口,又不胜秤到它的乳汁的话,它就会经过血液循环,到达心脏而麻痹心脏导致人的死亡。 很快的,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药。 这种树脂存在于海南或者是热带于地区吗? 应该是这样的,在海南,广西,广东,云南的一些地方都有分布。 想不到在这里,孩子们还真见识到了各种各样奇特的热带植物。 我觉得到了植物园,能够开拓眼界,认识更多的植物。 那是电血风口,我觉得好害怕哦。 一旦有伤口的地方碰到了它,它就会在半个小时之内死亡。 我觉得好可怕。 我感觉,我觉得很稀奇。 以前在书上看就是看啊,它不知道它长啥样子,就说它的作用是啥。 它没有完整的表面,还有那个二维码,你扫描就能扫描得明白。 我看比挂盘那些的还要好一些,你扫了就可以出来了。 体验营第三段,白沙县的马场。 对于五指山腹地的白沙黎祖四季县纳吉村, 有一个全海南跑道最长,马匹最多,马匹品种最全的豪马场。 在寻山环抱的白沙骑马,在文明生产的乡村度假, 如今已成为富商游客的新选择。 我们这一站,便是让孩子们体验策马奔腾的乐趣。 以前骑没骑过马啊? 骑过。 骑过啊,那今天哥哥带你们去挑一匹最快最快的马好不好? 然后你们自己选一下看哪匹马快好不好? 好,我选那个。 走嘞。 我要选那个。 你选白沙县,我选那个。 走。 走,他能体骑却啊。 咱现在就去骑马好不好? 好。 走。 在驿站跑马场上,孩子们见识了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名马之后, 又来自美国、阿拉伯、澳洲、荷兰的外国马, 又有新疆、云南、内蒙古的国产马。 那到底美凡楚城能不能挑到自己重义的马,来一场策马奔腾呢? 美凡楚城,你们知道什么样的马是好马吗? 跑得最快的,会挑马? 长得高的。 嗯,对,长得高的,长得高的。 长得肥肥的。 长得肥的。 那咱们今天找到一位特别特别厉害的驱马师, 公叔叔让他给咱们介绍一下怎么样挑马好不好? 好。 那么一般我们接客的马的话,大部分喜欢用国财马, 云南的、新疆的。 这种马续续比较温顺,它的速度跑起来就是说比较稳,步伐比较稳重。 那么这样的话呢,骑的就更安全。 而且小孩子骑的,建议也不要骑太大的马,所谓就是那个比较矮小姐的, 也有一些马就是追门为小孩子骑过的,像那种小矮马。 楚城美凡心心念念的白夫人挑不了,为蓝拳起见,只能选择性质温顺的马, 可就算那样,也让两个人兴奋不已。 我觉得他很开心,他可能开始有点害怕,但是我感觉以他的性格, 他走到这儿肯定在说我还要再来一圈。 来来来来,能踩得到吗? 踩到这儿,好嘞,抓住啊,怕不怕? 不怕。 我看她骑马,觉得挺开心的。 因为美美呢,也挺喜欢马的,一来就让人要骑马, 所以我感觉这样子上是一个比较难得的纪念。 好不好啊,美凡啊? 不怕啊,不怕啊,不怕啊,这马快不快啊? 快,快啊,快啊,我看它很高,现在五口高了,现在它跑多快,我一会儿。 不万件书行,不万里路,反正我觉得这次的旅游实践是非常地好, 而且呢,有的东西让我很好奇,然后那个植物树就是长达三百多年了, 那古代的时候还在那里呢,我感觉人们应该是对它很好很好, 然后呢,把它当成宝贝来养,然后就把它养到我们现在了。 觉得增长了很多知识,认识了很多新的植物, 然后以前这些植物可能都是在书上才能看到, 我希望我的孩子,他也可以能走进农村,能体会到像农村的一些快乐。 从来都没有见过,我觉得那次是最美的了, 因为这叶子呢,就是选择海南岛的特色, 而且呢,还能喝到香甜的叶子水,很幸福哦。 美美最大的收获就是,感觉比以前更自信了,更活泼了, 我曾经悄悄问过她,我说, 美美,你觉得这次青子游有什么好的收获呢? 她跟我说,她说,妈妈,她说,你平常多个忙, 没有时间陪我,这次青子游的活动呢? 那我就感觉到,我跟妈妈在一起,妈妈是他们的爱我, 并且还觉得说,自己学到了好多好多的知识。 哎呀,跟着孩子们走进海南的这一个个文明生态村, 我们真是感受到了他们的开心, 我也是由衷的羡慕。 你看,一入眼帘的是满眼的绿色, 随便一处都是漂亮的景致, 那真是景不醉人人自醉。 你说,这天天都生活在画里乡村的农民, 该有多么幸福啊? 其实呢,海南文明生态村这样的美景, 正是得益于海南多年来的生态文明村创建活动。 美凡楚城的体验营还没有结束, 明天呢,他们将前往琼海, 体验海滨小镇的风景。 这是世界上河海分国最狭场的沙滩。 孩子们能否体验到打鱼的乐趣呢? 这里是有着天堂般美顶土鳌。 他们能不能寻找到舌尖上的美味呢? 江村夏丽营之,海南天堂小镇之旅,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